律法本是藉著摩西傳的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穌基督來的 歡迎收看今天的恩典真理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們要討論什麼叫做福音 福音的本質 以色雅書所預言的福音 你現在在的新約是什麼 讓我們直接來看聖經經文 以色雅書61章1到2節 主耶和華的靈在我身上 因為耶和華用高高我 叫我傳好信息給謙卑的人 拆遣我已好傷心的人報告 被魯德釋放被囚出監牢 報告耶和華的恩典 後面還有我們神報仇日子 可是現在還不到我們神報仇日子 這也是為什麼耶穌當年在會堂 拿出聖經來念這個經文 祂也只念到這裡 報告耶和華的恩典 你會發現這就是福音 這邊福音告訴你什麼 新約要給你也是什麼 耶和華用高高我們 這是高耶穌但是祂也高我們 我們要傳好信息給謙卑的人 給心裡需要的人 拆遣我們去醫好傷心的人 我們去報告被魯德得到釋放了 無論是心靈被魯的或是生命被魯的 被求得出監牢了 無論是你的生命被關在心靈的監牢 或是各樣的疾病的監牢 或各樣的監牢裡面被放出來 報告現在是耶和華的恩典 神要釋放人的恩典 可是福音就到這裡嗎 我告訴你後面你如果你繼續看下去 讀經要看上下文 下面還有一個更棒的應許 一個超棒的應許大家都沒有讀 我們看下一個經文 以賽亞書61章第七節 你們必得加倍的好處代替所受的羞辱 分中所得的喜樂必代替所受的凌辱 在境內必得加倍的產業 永遠之樂必歸於你們 有沒有發現這邊在提到什麼 這提到兩個加倍耶 你看你們要得到加倍的好處 加倍的好處代替所受的羞辱 意思是什麼 你可能覺得你曾經遇過一件事 比如說你在工作上面 你去做了一個簡報 結果被所有人羞辱 我告訴你 是因為在福音裡面 神要幫助你 你在這個工作上面被羞辱 神要給你加倍的好處 當然不是立刻你又說 好像你信耶穌 所以你之前說一切是通通加倍 而是神要在這個過程裡面 幫助你一點一點的提升提升 你會發現你上次在這個部分跌倒 你可以在這個部分有得到加倍的好處 分中所得的喜樂必代替所受的凌辱 你曾經受過一些凌辱 人家傷害你 侮辱你 神可以用喜樂來代替 來勝過這一切 你曾經凌辱過的地方 你再去你會覺得喜樂 我身邊有很多地方我曾經失敗 我很喜歡去我失敗或受過痛苦的地方 因為我們已經勝過了 我常常去我當兵的時候 我遇到一些狀況的地方 我常常去我信耶穌一開始的時候 我家裡面遇到不好的狀況 然後神怎麼帶我重新恢復的地方 那個喜樂代替所受的凌辱 在境內必得加倍的產業 永遠之樂必歸於你們 你會發現你分中所得的喜樂 要代替那個凌辱 而且在你的境內神所良給你 神會良一個地方給你 良給你的境內必然得到加倍的產業 是你曾經失去的 也許你家裡曾經可能很富有 或者是你有很好的人際關係 可是因為這種原因 被偷竊殺害毀壞沒有了 但是聖經上說 在那個境內神所給你那個境內 你要得到加倍的產業 你可能有一個很好的朋友 因為種種原因沒有了 神說祂可以幫助你 恢復你加倍的產業 要麼這個朋友回來 你們有加倍好的關係 要麼你有兩個更好的朋友 神可以這樣 而你家裡面的財產 你失去的產業 無論是人際關係的 無論是親子關係 夫妻關係的 財務上面 神都可以用加倍的產業 來回報你 來使你重新得到 這是福音的一大塊 你要知道你有這個權柄 永遠之樂必歸於你 在上帝的永恆裡面 你為神所做的這一切 你得到這一切的產業 無論是財產 人際關係 夫妻關係 親子關係 為神所用 把這個美好的上帝分享出去 永遠之樂 在天上 在至戰至幸的苦主 在這地上 至戰至幸的苦主 要為你成就那極重 無比永遠的榮耀 讓我為你禱告 親愛的耶穌 我們在真正的福音裡面 在真正美好的新約裡面 祝福我們這裡每一位弟兄姐妹 我們確實在福音 主要我們確實知道 我們是貧窮得飽足 被囚出監牢 真正的福音就罪得赦免 病得益治 貧窮得飽足 被囚出監牢 但是我們要再記得 有一件事 我們有加倍的好處 加倍的產業 永遠之樂 用喜樂代替凌辱 用加倍的好處 代替所受的羞辱 用加倍的產業 代替所受的凌辱 永遠之樂要歸於我們這 每一位相信耶穌基督人 而且不是靠你做的好 是靠耶穌基督做的那麼好 奉耶穌基督祷告 阿們